工作址601 亦是會考二千年長題目的第三題 就是有一個男生 在這條滑水梯滑下去 由這條不規則的梯 即是他的加速度 速度一直在變 所以一定要用能量手行去做 現在第一件事 就是男生是50kg 就滑下去 由靜止開始 接著去到B點的時候 當男生變成一個波 他的速度就會是12mc-1 這裏的高度就是10米 第一個問題 A1 要求計個男生 在A點時候的GPE 先寫一條公式 剛才有同學律師問 因為這些是舊式題目 G當是10 而高度也是10 所以這題當年的答案是5000招異 5000招異 好了 接著第二 就是去到B點的動能 計動能就是二分之一mv二次 所以二分之一乘以50 乘以12的二次方 所以答案是3600招異 好了 如果你深水清的就是 A點有的能量 A點有的能量是5000 B點有的能量是3600 文景規多了還是少了 少了多少 少了1400 5000 為什麼會少了 有曲線 即直線 不是這個問題 何柏坤 其實一定是有些能量散失了其他 那是散失去哪裏呢 是的 摩擦力 因為要對抗摩擦力 那去做什麼能量呢 是摩擦力 和摩擦力有關 但是變成了什麼能量呢 你試試 變成了 變成了什麼能量呢 哪方面會變烈了 沒錯 要是梯和那男生屁股 那梯和男生屁股都會變烈的 OK 我們說part of GPE 部分男子的GPE就轉成動能 中文聽我讀一次 由A點去到B點 男孩部分的地勢細男 或者GPE變成動能 另外part of GPE Laws部分的GPE失去 as work against fiction 我讀一次 部分的GPE失去作對抗摩擦力的功 我重複 由A去B部分的GPE變成PE 同時部分的GPE失去作為對抗摩擦力的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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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